我們在慶祝各項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銘記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要學習先賢先烈的精神 犧牲奉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1號剛過完75歲生日 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 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 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的民眾的祖國 如果有人要祝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特別祝賀值要精準 切勿用祖國兩制 大家說對不對 周心 共和國 勝利 體 絕對